其实这个弹目前有分成散装的吸险弹 吸险弹的部分 因为它比较一贯化的制程 所以它从来源到大盘到中盘 到下游的消费端 其实它是可以素颜来追查 至于散弹的部分就比较麻烦 因为它的带人来源 像这一次网工弹行 它来的厂商 除了我们目前已经被锁定的 这个军益鸿章还有裁员 这三家的这个弹机场 是比较明确之外 它有时候比如说它的弹 是不足的情况下 它会调货 比如说它今天的供应是要100万 比如说它10万克 可是它来源只有7万克 那它势必要跟其他的弹商来调货 所以这次为什么后续会扩大到其他的5家 因为本来是6家 后来又排除一家 因为它说那一家是从今年的 元业份开始就没有在供应给网工弹行 那所以为什么后续会再追查到其他的5家 那最主要原因就是在这里 那其实很多的这个消费者 很难去看这个鸡蛋到底它真正的来源 因为它所有的整个鸡蛋来之后 尤其是吸血蛋 它是要吸血过的 那几乎都是混在一起的 因为它们数量非常的庞大 所以它为什么这一次这个 学校署这边的那个光耗之后 它是从消费端这边要往上来追查 而不是像我们一般的 比如说有一些的鸡蛋它要出厂之前 它就去做检测 刚好这一家 比如说它其中三家里面有其中一家 那就很明确 这一家就移动管制的